是什么让伊藤美成输球后仰天露出痛苦面具 是什么让伊藤躲在角落偷偷抹泪 这是2022年全日本锦标赛女当八强战 伊藤美成和长崎美佑之间的较量 伊藤作为日拼一姐近年来状态明显下滑 不仅在大赛中的表现越来越差 而且世界排名也被早田希娜超越 此方面对19岁的师妹长崎美佑 伊藤不仅爆冷输球 而且第二局还被一波9比1的攻势打懵了 赛后更是委屈的哭了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伊藤究竟是如何被小师妹拿捏的 第一局比赛双方击张至10平后 伊藤靠着发球以12比10先升夺人 到了第二局场上风云突变 长期开局连取三分 众所周知伊藤的小快灵打法 唯有速度比他更快才能对其形成压制 这也是为何孙颖莎总是能碾压伊藤的原因 莎莎的前伤板那可是世界顶尖水准 伊藤这局明显不在状态 失误非常多 很快也1比9落后 自己也是沮丧的低下了头 伊藤在连追2分后 这个机会球却没把握住 最终三比11输掉这局 第三局伊藤如梦初醒 以11比7拿下 随后他又在第四局取得9比5的巨大优势 然而 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长期这次精彩绝伦的得分后 比赛的走势却完全发生了改变 长期频频抓着伊藤防守的弱点去打 连续追分 此时伊藤明显已经有些沮丧了 随着长期打出一记幸运插边球 他连卡6分 逆转取胜 将总比分帮平 第五局 长期继续强势发挥 他持续利用正防守的衔接 去调动伊藤 伊藤本身受限于身高 防守覆盖面就没那么广 再加上长期的回球质量又高 伊藤无计可施 接发直接抢出台 伊藤的沮丧已经一语言表了 7比11 伊藤输掉最光剑的一局 第六局 背水移仗的伊藤 虽然开局连取3分 但接下来他再度遭到了压制 长期这阵守进攻 真的是快狠准啊 最重要的是 他的防守也是很有特点 19岁的长期 如果能够提高进台的能力 那么他未来绝对是一股 不可忽视的力量 尽管伊藤率先拿到本局局点 但他的揭发却直接下网 自己也是气得趴在球桌上 之后急着终结比赛的伊藤 对拉中又打飞 反倒是送出赛点 急得跺脚 长期也没有浪费机会 他发球后连续抽拉得手 收下了胜利 赢下比赛的长期美佑 高兴的蹦了起来 能够将伊杰挡在女当市场的门外 长期这一战也算是证明了自己 反光遭到暴人的伊藤 则是仰天长叹 赛后躲到角落里哭了起来 估计伊藤此时心里正发愁 打不赢中国队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连师妹都打不过了 难道说我真的被妈妈骗了吗 谢谢大家